第二十题 索隆在实验时被农烟熏得晕头转向的 所以决定在结束后喝口酒小酌一下 请问下列关于酒类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知道酒精发酵 发酵成酒精就是用葡萄糖来做原料 所以选项A是对的 也因此选项诸说 骨类跟水果有丰富的糖类 所以是好的酿酒原料也是对的 上课的时候教过 我们酒类的制造有分做酿造酒跟蒸馏酒 所以答案C也是对的 而我们看到在讲解酒精发酵的方程式的时候 它并不需要氧 它是在缺氧的环境下进行 所以并不要在通风环境的良好下进行 所以选项B是错的 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关于酒类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酿酒过程需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进行 谢谢